绍兴科小 万富下去 这边有个牌屋在做 我们进去看一下 真的是这样子的 其实最重要的 地下室最重要的 就是通风采放 其实你装的再好就用 是吧 如果你通风采放不出力后 那我们讲地下室 又是潮又是闷 我们讲你哪个靠新风 用都不是很大 那一般地下室的话 如果墙面的话 一般是用什么来做比较好的 墙面的几种 物质一点我们讲 就是这样 对吧 然后呢就艺术戏 艺术戏 那么我们讲 如果说那个 风光采放很好 潮气也拉一会边 那么墙面固定也都可以用 那会不会出现 后期发霉的情况 后期发霉的可能还是一个问题 如果再把它做 你像我们这幅人家 现在风光 原来它是没有的 所以说我们自己都切割 切割掉以后 然后做了两个采光剂 所以说这个下面就很亮 就非常亮 所以说你不可以 这种地方 那大大大 这种才会不会出现 这个什么 赶潮啊 这种现象应该不会 因为它有清风计 对吧 那么 另外呢 其实还有现在 我们还在用一种 就是这个 免 免期防潮的互相版 它呢也有墙子文路 也有这个木纹文路 对吧 那个呢也可以做 也可以做的 就是 但是呢就是环保上面 是不是会欠缺一点 因为都是人造的材料 那费用方面呢 费用方面呢 大概是最便宜 对吧 其实就是全部 再来就是乒书器 然后那是这个 叫什么 纸钻 那种成本的那种板的话呢 有便有贵 有的那三四十四五十 有的那一百多 基本上墙边的可用的材料 就是这些了 那个 在这一方面 哪一方面 这些贵人 这些贵人 一定是 不得了 这种贵人 这种贵人 我们